Hello,我是Beevia Hello,你哥哥 Hello,我是Banman 今天終於要出這條看樓片 這次出這條看樓片跟之前很不同 因為這次要說的這幾間屋 就是我們之前看中了 然後出了offer 但是最後買不成的屋 經過這幾個月 不停看樓片之後 我終於要出今天這條片 其實我是非常不想出這條片 因為出了這條片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已經累積了一定次數的 失敗經驗了 出了三條看樓片之後 越來越多人關心我們買樓的進度 很多人都會跟我說 要慢慢來,不要急,慢慢看 也有些人問我 為什麼我們看樓片會這麼貴 或者這麼舊,諸如此類 在這裡也要多謝大家的關心 和提醒先的 只能夠說每個人買樓的要求都不同 但是這一刻的我們 是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些什麼的 所以目前的進度 我們就是慢慢去等一些 適合心水的樓盤出現 然後去看樓 希望可以順利去買得到 也希望可以快點有好消息和大家分享 就說回今天這一條片 究竟在這幾個月裡面 我們看中的房子 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現在就馬上展示給大家看 然後片尾我就會跟大家說回 究竟為什麼我們買不上這幾間房子 第一間要看的房子就是排屋 它的位置是一個很寧靜的住宅區 環境都不錯的 房子一入門後就會有客廳 客廳不算非常之大 不過都可以放到兩張沙發 在旁邊就是上一樓的樓梯 上面會有一個廁所和兩間房 廁所裡面有浴缸 但是洗手盤那邊就沒有任何櫃去儲物 而且這個洗手間的尺寸都比較小 廁所旁邊就是小小小的睡房 現在屋主就用了它來做BB房 現在房子看出去就會是厚花園的風景 出去就是走廊 走廊那裡做了一個很大的書架 還有一個儲物的空間 再走過一點就是主人房 這間房的裝修非常企理 房裡面都可以放到一個大衣櫃和梳妝桌 另外主人房看出去就會是大門口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走到樓下看看廚房 廚房的大小都很足夠 不過飯廳的位置就真的比較小 如果想招呼朋友來吃飯就會有點難度 不過我很喜歡它的廚房是用明火煮食 還有廚櫃的設計都挺漂亮的 廚房旁邊的門就可以直接走出去花園 花園有一塊很容易打理的小草地 其他就沒什麼特別 現在又來看小屋 今天看這間是半獨立屋 這間就是今次要看的屋 外面這棵樹很可愛 我們就慢慢走過去 好 進去吧 我們先打個招呼吧 爸爸 Hello 一進房子看看 左邊就有個小廁所 洗衣機和乾衣機都可以放在這裡 很好 然後就會是客廳和廚房 空間也很好 吃飯廳也在這裡 去吧 自己去吧 廚房很大 我喜歡這個廚房 是白色的 廚房是白色很漂亮 還有它是明火煮食 明火的路頭這裡比較少有 這個應該是紅酒櫃 有齊這個焗爐 這個是大雪櫃 很大的雪櫃 很大的雪櫃 OK 這個應該是洗碗碟 對呀 洗碗碟機 洗碗碟機 對了 廚房看出去的風景就是這樣的 這裡是否整理了些位置 可以櫃東西 可以開的 這裡可以有些位置裝東西 他整理了這些位置很好 然後他們已經走出花園的位置 外面就是一個小花園 我們先看看 這裡就是小花園 草地都是小小的一幅 不是真的很大 應該就沒那麼難處理 它有燒烤爐 有一個小小的廚房 嘩 有很大的蜜蜂 我腳也看到 這裡有兩個沙發 對呀 這裡有一個沙發 花園看進去的房子就是這樣的 它這一塊應該是自己 延伸出來的位置 我猜 跟妳 好 跟妳 這邊有一個旁邊的門口可以走出去 上面有兩間睡房 我們先去看看 這間應該就是小一點的睡房 但它也不小 因為都放到一張這樣的新人床 如果小朋友要在這裡睡 就絕對沒問題 然後這裡有衣櫃 梳妝桌 然後這邊 打開 麻煩 這個是廁所來的 OK 讓我看看 有浴缸 對 有一個浴缸 不過廁所又是沒有鏡的 有 放在這裡 不像香港的廁所 一定有鏡對於洗手盆 然後再看看這間房間 其實兩間房的尺寸都差不多 都是可以放到一張 雙人床 這裡還有鏡 再看看 OK 拍完了 Bye 現在去對面看屋 這次看綠色門口這一間 外面有這個位置可以拍車 我們先合拍 一進來有一個小小的位置可以換一下 掛衣服 這裡是客廳的位置 他也是用了木地板 然後放了很大張沙發 這個應該是儲物室 走過來就會是廚房 這邊先看看 洗衣機乾衣機都放在這裡 洗衣房 廚房好像蠻漂亮的 他用了木的桌面 還有明火煮食 廚櫃都是白色的 這邊是飯廳 這裡已經延伸了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就是廁所 這間屋只有一個廁所 這裡有浴缸 然後有鏡子 這個廁所的空間也算大 看看花園 這個花園外面 這裡鋪了一個磚地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幅草地 那裡他說可以自己改建一下 就變成一個辦公室 或者用其他用途 這個花園不算很大 但也很容易打理 因為它只有一幅草地 這裡有棵樹 然後呢 這個梳化 對 這個梳化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後門 可以出去搗垃圾 在花園那裡看一間屋 就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就上去上面看看 好嗎? 好 OK 小心啊 小心啊 花園都算好企鳴 哇 這個樓梯那裡有燈 晚上走也不用怕 一上來就有三間房 看看左手邊 不是 右手邊 這間應該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尺寸也不算非常大 不過它這裡有一組的大衣櫃 主人房看出去就是馬路的風景 然後看看第二間房 旁邊這一間房 尺寸也差不多 都是可以放雙人床 它這裡就沒有放很大的衣櫃 但是就放了一個櫃桶和電視 這邊房看出去就是花園 旁邊的花園好像很漂亮 第三間房就會比較小 這裡現在就是一個小小的書房 看完這三間都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想 你們會喜歡哪一間多些呢? 現在看回第一間房 其實我覺得它已經不太吸引了 如果幫我選擇多一次的話 應該我就不會有興趣買它 所以現在買不成這間房 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這間房為什麼我們會買不成呢? 首先業主開價是開415 然後我們看完之後是很喜歡的 不過上網做一些資料搜集 看回他們附近的成交價 比較回到各樣東西之後 我們出了一個提供 就是低於業主要求的價錢 本身業主其實都OK 然後說給我們去2nd view 但是我們去到2nd view之前那天 就有另外一個買家出價 然後那個價錢 Agent就說是非常貼近業主要求的價錢 Agent就有問我們會不會出貼近業主的價錢 然後我們算過的數 都是覺得它不是很划算的情況下 我們就不肯再提供那個價錢 所以最後這間房子 就被人用高一點的價錢去買走了 至於第二間房子 我覺得我們是出價太慢了 如果出早一點的話 我們有機會真的買到它回來 因為這間房子在未正式推出市場之前 Agent已經是給我們率先去看了房子 但是因為當時地產店是剛剛收回一層樓回來 所以他們是沒有任何資料 即是房子有多大 停車位在哪 所有的資料他們都沒有 在沒有資料的情況下 我們就不敢貿貿然去出價 因為始終是買房子不是買貨菜 不可以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就隨便出價 所以我們就讓它正式推出市面 有齊資料給我們看之後 才正式去出價 但出貨菜那天 剛好又有另外一個買家 跟我們同一天去出貨菜 然後那個買家出的價錢 好像是比我們高一點 所以業主就選了買給他 於是我們就買不成了 去到第三間房子 它45萬的價錢 就已經可以買到三房 頭兩間房子都是在最受歡迎的區域 所以它那個價錢 只可以買到兩房 第三間房子 它就不在那個區域 所以它就可以買到三房 但是這間房子也能入到我們心儀的中學 所以我們照樣有去看 這間房子跟第二間房子一樣 它是未放出市場之前 Agent就已經是率先給我們去看的了 我們經過之前的經驗之後 這次就成了 自己看完之後 真的有興趣 就上網去找它的資料 做完資料搜集之後 我們很快就馬上給了一個應付給業主 然後也很快就去了第二房子 Agent也有跟我們說 我價錢已經是到了業主想要的價錢 我們就一心以為 這間房子真的可以順利買到 誰知道過了兩天之後 Agent就說業主決定不賣了 為什麼呢 因為業主買不成它下一間房子 所以它現在這一間 它就決定不賣了 收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買不成了 在英國買房子就很有趣 當業主自己拿著一層房子 它要放出市場賣 要找下一層房子去買 但在它未正式買到新的房子之前 它現在這一間房子 它可以不完成交易住 香港買房子有個成交期是三個月的 最長的 但英國是沒有這件事的 如果業主可能要半年都未買到新的房子 或者甚至乎一年都未買到新的房子 它這一段時間都可以不跟你正式成交住 那這就是英國買房子的一個小問題 只能夠說在英國買房子其實都挺刺激的 因為實際太多變數了 這條片的分享也是這麼多 我們來的Facebook IG 和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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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h colors 你